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款时代电器昨天抽得厉害 抽过两程上来 为何呢? 因为公布传出来的业绩也算帅 市场憧憬是什么呢? 继续冲劲IGBT晶片相关业务 所以令到股价抽回上去 抽得挺急 做一个整股 这款来说 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基建相关的概念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它也是能够谷消费概念 因为要谷消费 希望谷新能源车 而它做的晶片 会用到新能源车 所以有两个主题是集业一声 再加上它的业绩 其实不错 不少的行业都会去到四万四十几元 楼上的目标 所以如果你看短期 有机会落实一些基建相关的利好政策 其实这几只股 我觉得都可以留意一下 这只一样抽得厉害 但本来看它有没有比较整固 但今天其实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深的整股 Hout不是不可以去Hout 我觉得如果市场的气氛是好的 其实也是有一个potential 可能你挑战之前的比较高的位置 看着33-34元 其实有没有机会到 现在你30元 大概一成左右的一个水位 在向下 或者你放在这里也不要放那么远 可能你现水平 因为你出了厉害 你追进去 可能你预约一成左右 最后一个指示 因为你放得太低 放回来这些位置 太远 其实也不会太大意识